百年前,大稻城曾经是台北城最繁华的商圈 随着时代迁移渐渐没落 如今不只是政府投进资源到西区 民间也注入许多活力 让大稻城有机会再现风华 其中有两间老宅的使用者 在他们的空间中 以新的方式展现前人居住的过往 让老屋交叠多重时间的故事 这栋沿平北路上的透天措 在1920年代 曾经是台湾的革命志士蒋渭水伴抱行医的地方 如今蔡涵氏和红英美夫妻乘租下来 给为餐厅与阅读的空间 我一路都是在找老房子 我希望它可以有 一定有故事 我知道蒋渭水 大医院原始的时候 我就想象说 它在里面本来有十张病床 它之后都不是躺病人 都是躺那些革命志士 它都是招待那些 就像很像那个民宿一样 它就让他们就睡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象的是 它跟这些革命志士在里面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一直对于老的事物 老的事物是很有兴趣的 因为那些东西会让我有很多很多的想象 画面跑出来 形色的整体的设计概念 它是由蒋渭水先生 他的基本背景作为设计概念 我们一楼 因为由于蒋渭水先生是宜兰人 所以我们取宜兰到台北 这一段路的地形 作为我们的地理冷高线的座位 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到我们地板上面 有一条比较深的颜色 这个是我们的淡水河 那这边比较高的这个座位区 它是阳明山 对面就是观音山 那我们天花板的设计是 以八月份大重葬 就是蒋渭水过世的那个月份 作为我们的灯饰 它是八月的星空图 这边是台北出海口 大概是这样子 同样是1920年代 与延平北路平行的迪化街上 开了一间广和中药行 1962年 房子从木造改为洋楼的建筑 在2012年被陈国慈买下 改造为207博物馆 这个房子我选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其实是正好在 整个迪化街一段的中间 2009年台北市政府 就把这栋房子列为历史建筑 因为它有三大特色 一就是它中医的渊源 二就是它的弧形的建筑 三就是它的模式 那这个工法是在台湾 很难找得到的 那但是第一位 买下这个房子的建商 也并没有把它留下来 又卖给第二位建商 那第二位建商呢 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特定的用途 我是想把古迹的保存 老房子的再利用 以及一个社区博物馆 这个概念 一并的做一个包裹 那社区博物馆 其实现在在国外 尤其在西方国家或者在日本 已经盛行 但是很多的政府它认为 这个博物馆就是要新盖的 好多钱啊 好大啊 很巡伟啊 可是对很多人来说 它其实不一定有那份的亲和力 那它的造价也很高的 那我想来到国外 很被这些社区博物馆被感动 那简单来说 其实在一个老的社区 在它里面自己的老房子 把它改成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让它讲它自己的故事 因为怎么可能有比它 更好的历史舞台 一切就是它见证过来的 历史就是在它里面发生的 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在台湾 很值得 尤其在我们这个大道城 整个社区都已经保存下来了 当然要有人负责来讲它的故事 我们这里的话 是真的从百年来 也都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里百年老店 是真的就是百年老店 那我们的邻居们 都是几代生在房子 然后住在楼上 店开在一楼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文化资产 这个文化资产是活的 我们这一次这个博石子这个讲 是整个大道城 最有代表性 因为那个时代 50到70年代 就是很多人就是用磨石子 有些比较富裕一点的家庭 用磨石子 磨石子就是当年的瓷砖 就是当年的地毯 然后这么的厉害 我们的台湾的工匠 把这个一般铺地面的磨石子 把它变出那么漂亮的那种的图案 那个是我们的工匠变出来的 本来这个工法从日本进来 就是做地做墙而已 搞出这么多的龙阿峰 像楼下的那个杨森 葡萄 还写个英文字 这都是我们的台湾的工匠的 这个这种的天分 那就是好可惜 这些工匠们都已经凋零了 所以今天你要找出一个 谁是一个很有名的磨石子师傅 没有人说得出名字来 他们原来也都是水泥师傅 所以我们这个展 除了它建材本身 跟房子的结合 跟大稻城 跟那个时代台湾结合 还有一个像一个老行业的致敬 的这个味道 其实我一直对于老的事物是很有兴趣的 因为那些东西会让我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画面跑出来 看到那个游乐商场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想象 就是我想象当时这条延平北路 很繁荣很繁荣的时候 每个人在路上穿旗袍 然后就这样很拥柔滑贵的走路 然后不然就是有人骑脚踏车 然后还有比如说有义旦走在路上 类似的那种 我就开始想说 哇 这里以前好厉害哦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们就租这里吧 我们就把这个房子租下来 他说你确定 因为延平北路长长一条城都没有 很荒芜你知道吗 当时租下来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还在漏水的老房子 那我们也是一股傻见就把它租下来 然后就一边修一直修 修到现在这样 那是一个概念 就是老的建筑物加入新的建筑物概念 它大部分的东西是可以留下来的 包含这一层楼 它就是一个黑合体 直接放进来 但是它没有碰到墙壁 地板也是垫高 老房子或者古迹的保护 或者再利用 在文化工作里面是比较弱势的 它很安静 它也不集中 然后闷闷的 然后它没有表演艺术的闪亮 它也没有视觉艺术的商机 所以它就是零零落落 一动一动 很可怜地在那边 地震啊 什么又震掉几栋啊 那我觉得 真的有人要去注意它 去疼它 我总是把这些不同的建筑 老建筑 作为我自己的一个 回忆的一些的指标 所以我常喜欢把这个过程 比较为一个好像 连连看的这个游戏 那对我来说 这个连连看里面的 这些大小小的点点 其实就是不同的建筑 这个建筑是我们自己 我们跟我们的亲人 我们跟我们的朋友 一起走过的一些回忆 所以对我来说 这些老房子 其实就是代表 我们的一个共同记忆 一个最有焦点的 一个事物 那所以看到老房子 有一天可能会 慢慢地消失了 就好像我们的记忆 一块一块 慢慢地变成失忆症 那样子 那尤其我在香港长大 那香港大家都知道 香港很喜欢炒地皮 那要炒地皮就要有地嘛 要有地就要拆房子嘛 所以香港是很习惯于 拆房子 那我自己离开香港的时候 我才17岁 是我童年的一个家 但是那个之后到现在 这个四十几年里面 我每一次回香港 我都会少了一块的记忆 所以那一种的 整块整块的记忆的 这种的剥落 就是让我对于保护 一些老房子 多了一份的急迫性 因为我是在中山区长大的 大同区这个区域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回忆 因为我就是在这样子的社区 这样子的环境长大的 所以我相较来说 我很有安全感 所以我是比较熟悉 大同区整个的氛围 老的东西 就是死掉的东西 它就是死了 但我觉得它的灵魂还在 就是你怎么去延续它的生命 就好像我们现在 在店里面放的所有的植物 它都是从新鲜的 摆到它现在是干燥的 可是我都觉得它还活着 它还是不停地 在延续它的生命 因为它在这里 适得其所 恰如其分 因为大道城它非常的热闹 它基本上是一个 做生命的地区 来的人好多 可是都好匆忙 进进出出 进出出出 那我就希望提供一个 让大家可以静下来的地方 静一下 那真的可以体会到 这个大道城的一种体验 所以尤其我们有这么一个三楼 还有一个屋顶 这个空间的设计 其实是一个可以躲起来的概念 就是一百种读书的方法 但是你有不一样的姿态 包含一楼跟三楼 它的概念就是 我没有办法好好坐在这个桌子上 太久 不过我喜欢躺着看书 然后 它很喜欢躲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就躲着 这个空间我本来 我想要的是一个接地式的座位 通常你很放松的状态 你才会有很好的东西出现 你来到这个空间 没有人会打扰你 你可以尽情地去思索 你任何心情 任何姿态 在这里 你能够找到一个 对我来说 那个叫安神黎明 我就非常希望 如果我们大到城有一天 做成一个从老到新 互相共处 不互相排挤的一个这样子的老社区 老房子保住 我觉得是不够的 我觉得它有一个义务 要宣导老房子的重要性 老房子的美 所以要让民众 有机会可以亲近它 那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把这份的认知 可以传达下去 尤其给我们年轻的一代